赵臣氏 贪财好利 把他下第十六层地狱 把他磨成银粉 融化成银水 永远不得超身 千年狐狸精为成仙 专门吸取男人的元气 只需吸购六百个男人 即可得到成仙 这不 大晚上他又开始寻找猎物了 结果被门神给拦了下来 狐狸精嘴里吞旋风 口气不小 小哥哥 把你的红心给弄嫁吧 说吧 就开始哼哼哈黑了起来 只见他双足一顿 身子轻盈如飞 找风伶俐 呼呼作响 砰的一声 挥拳而出 猛然轰向门神 兴眼一瞪 脚下阴狠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个臭屁就把两个门神给放到了 就你们两个熊包 当看门狗都不够哥 搞定门神后 狐狸精扭着小蛮腰就进了屋 当他心花怒放正要吸元气的时候 中奎拽住尾巴 一把就给甩了出去 传说看见中奎能够保家安康 迎福临门 碎碎平安 中奎那好言相劝 让他回灵独洞好好修炼 但是狐狸精非要走捷径 专门吸取男人的精气来修炼 那中奎能管他这毛病吗 只用了一招 八扑刺一下 一剑穿心 透心良心飞扬 直接结束了狐狸精那放荡不羁的一声 阴曹地府 群鬼哀号 生前作恶者有正享受按摩的 也有在油锅里游泳的 只见黑白无常净值地来到阎王殿 一个施法就把狐狸精放了出来 阎王爷开口说话了 千年狐 四千年修行毁于一旦 天作孽 有可恕 自作孽不可活 随后就盼千年狐转世为人 将其放回人间地狱 尝尽世间之苦 千年狐苦苦哀求 我不要投胎为人 做人太苦了 阎王爷迅誓 苦即是甜 甜就是苦 功德圆满自然法成 望你为人之后 好自为之 阎王 我不想做人 我不想受益人间折磨 你瞧 就连狐狸都知道人间苦 不想投胎为人 既然来到了地府 那还游得你吗 黑白无常驾着他 就来到了往生台 往转生池里一扔 狐狸精就投胎转世了 这一世 狐狸精投胎成了胖妞 并且嫁给了一个 烧瑶的毒鬼 丈夫呢生意不干 整天就泡在毒馆里 他希望搏一搏 买个小摩托 赌一赌 买个小路虎 输干输净 回到家贵榴莲 那也是心情舒畅 胖妞一边打一边抱怨 当初娶我的时候 你是怎么说的 让我吃香的喝辣的 想不尽地荣华富贵 现在呢 整天让我吃铁蚕豆 反正两个人 一个好吃懒做 一个是赌成性 整天在那做白日梦 等着天上掉金子呢 有人家李渊外家 吃的是大鱼大肉 穿的是绫罗绸缎 住的是豪门大院 你怎么不像人家 在看习呢你 你个没出息的 瓢泼大雨的晚上 胖妞津津有味地 喝着鸡汤 丈夫在一旁流着口水 媳妇 给我一个鸡屁股 啃啃也行啊 这时来了两个外地人要解锁 赌鬼本不想搭理他们 但是下人却说帮帮忙有银子 赌鬼瞅了瞅满筐沉甸甸的 顿时心中有了想法 夫妻俩呢建材起义 一不做二不秀 就往饭菜里下了米药 结果可想而知 两个外地人成了带宰的羔羊 胖妞呢心狠手辣 咔嚓一下 就把其中一个给灭了 赌鬼呢拿个斧头 在那比划了好几下 才敢下手 阴曹地府 阎王爷正问话 小伙子 你可知你为何在此 不是这两个小娘们带我来呢 放四 还放五呢 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 怎么个小孩似的呢 还玩这些装神弄鬼的把戏 我告诉你啊老头 想要钱 直接跟我们当家的说 何必费这么大的事 整这么大的动静 阎王爷都无语了 虽说你是被人害死的 但是你这张碎嘴 让你死得真不冤 把她的嘴巴打烂 放回人间做个哑巴 你俩的帽子在哪儿买上的呀 挺好看的 多少一钱一顶啊 不说就不说嘛 干嘛打人啊 还抓呢 胖牛夫妻俩摇视一变 就成为了镇上的首富 不仅住上了豪华大别墅 而且还非法收购了赌场 陈三少爷是吧 我告诉你 这从今往后 这赌场就是我们赵家的了 下次要是再来玩 可千万多带点钱 你这要是带少了 还不够你挨揍的呢 但是好景不长 还没逍遥快活几天呢 就东窗市发被咔嚓了 转眼又来到了阴曹地府 阎王爷开口说的 千年狐 咱们又见面了 你可是恶性不改啊 还不都是拜你所赐 自己中的恶果怪不得旁人 阎王爷直接宣判了 毒鬼下第十五层地狱 瓦心掏肺 永远承受弯心之痛 万事不得脱身 狐狸惊贪才好力 打入第十六层地狱 莫成银粉融化成银水 勇士不得超胜 正所谓善恶有报 屡事不爽 好了没有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关注转发 如果你有什么好玩有趣的电影 记得告诉大牙 咱们下期见